大家好,欢迎来到焦宝妈美食,感谢您的点赞,分享,订阅与关注。 大家好,我是焦宝妈妈,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非常好吃的发面饼。 这个饼啊,你怎么吃的好吃,越嚼越香,越嚼越甜,你可以不用吃任何的菜,都非常的好吃。 而且呢,这种饼你也可以用来做肉夹馍,它的大小啊,也是刚刚的好,而且啊,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饼啊,来配着喝汤,都非常非常的好。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发面饼。 首先呢,温水300毫升,温水的温度呢,36-7摄氏度就可以了,留一点备用。 在温水里边加入两克的酵母,五克的白糖,搅拌混合。 如果您不喜欢糖呢,也可以不用加糖,加入花生油或者是色拉油,15毫升。 和面的时候呢,加入少许的油呢,油脂具有乳化作用,渗入到面筋中,面团会更加的有光泽,而且可以提高面团的延展性。 搅拌混合以后,加入少许的盐,两克,搅拌混合。 边搅拌,边加入中筋面粉500克。 烙饼的面呢,不易和得太硬。 你要知道了用的这个面粉的量之后呢,你去乘以0.6,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用水量,或者你也可以用牛奶来和这个面团。 那么500克的面粉呢,乘以0.6,就是300毫升的温水,或者说是300毫升的牛奶,都可以。 很多人啊,不知道怎么样,和这个面团,总是把这个手上弄得全是黏乎乎的面盆四周啊,也是都是面粉。 你看,我是怎么来和这个面的。 用这个面团啊,来转圈,然后呢,摩擦这个面盆的四臂。 这样的话呢,就可以把面盆周围的多余的面粉呢,擦到这个面团上面。 而且留一点点水呢,放在这个手心里,倒一点点,继续和这个面团。 你就会发现呢,这个面团啊,也会和得光滑。 而且手上也不会沾有任何的干面粉了。 这个面团和好以后呢,我们给它盖上保鲜膜,发面四个小时。 现在是冬天,如果夏天的话呢,室温高,需要的时间会短一点。 看这个面团,已经变得双倍大了。 很多蜂窝状的大气泡,中间戳个洞呢,这个洞的周围啊,它没有回缩。 我们在面板上撒一点点干面粉,手上也沾了一点点干面粉。 这样呢,把这个发好的面团啊,从这个面盆里边,直接放到这个面板上面。 稍微的进行排气。 然后把这个面团呢,整理成长条,这个长条呢,出去尽量的要均匀,从中间往两边搓。 然后呢,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。 你可以这样转着,左一下右一下的切,也可以就这样平着,切都可以。 就是说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就可以了,怎么切都行。 然后我们来整理这个面剂子。 你看我是怎么整理的。 拉伸折叠,拉伸折叠,七到八下,然后收口,光面冲上。 然后再这样稍微的揉搓。 一个圆圆的坯子,我们就整理好了。 用这个方法呢,其实也可以来做馒头。 因为馒头啊,就是说你拉伸折叠的次数越多啊,层次也会越多。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。 很快我们把所有的面剂子啊,都整理成好了之后呢,我们就开始擀。 在这个上面呢,撒一点点干面粉。 用擀面杖呢,把它们擀成一个圆圆的饼皮。 这个薄厚呢,擀成1厘米到1.5厘米这个薄厚就可以了,不用太厚。 如果说您的室内啊,太过干燥,我们可以用个保鲜膜呢,把这些面剂子呢,给盖上,这样以防干裂。 擀饼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,但无论如何,我们只要把每一个擀成圆圆的饼皮就可以了。 擀这个饼呢,我们不需要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那种,我们要擀成整个的都是薄厚均匀就可以了。 我们先把这个烙饼的平底锅呢,加热,你手感觉的温温的,我们就逐个的把饼皮呢,放进去,然后呢,改成中火烙饼。 饼放进去之后,不要急着翻面,等一分钟以后,底部定型,我们再逐个翻面。 翻面了之后呢,不要再动了,静止约一分钟,然后我们再给它翻面。 也就是说,你每一分钟翻一次面,你会发现这些饼啊,会越来,这个颜色越深,越来越黄。 记住哦,烙这个饼不可以着急,不可以用大火哦,一定要用中火,或者是中小火来烙饼,这样烙出来的饼啊,内部才会蓬松又渲软。 这个饼啊,烙约四分钟,两面都是金黄金黄的,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出锅了。 然后烙第二锅之前呢,你看这个上面有一些一个干面粉,带着一点点的咖啡色,我们呢,把这个干面粉啊,给擦干净,再逐个的放入饼皮。 这样烙出来的饼啊,颜色就特别的好看,而且呢,双面呢,你就不会看到那种多余的那种面粉。 也是烙约四分钟,第二锅饼啊,很快,我们也就给它们烙的金黄金黄的,出锅啦。 新鲜的烙饼啊,怎么吃都好吃。 所以说不妨动动你勤劳的小手,想吃了,给自己烙一些。 喜欢我视频,还是这句话,记得点赞关注。 谢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感谢观看